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切一盘新鲜的牛子肉丝 丢一颗爆笑的鸡蛋抓一把奇妙的拉面 这东西能吃吗 它当然不是吃的 它是听的 它是 十九点强强棍 哦 热哦 嗯 好吃 十九点十四分二十三秒 欢迎来到十九点强棍 我是强哥赵子强 今天节目开始了 皇后合唱团的吉他手 妹叔叔最近很生气的说 不准川普 北北 找不上名字 不准川普北北再用他们这首歌 来作为什么选总统造势的宣传了 那我们这种节目用应该没关系 来听这首 We are the champions We are the champions My friends And we'll keep on fighting Till the end We are the champions We are the champions 今天在篮球 棒球 网球这些 比较大的篇幅的体育新闻底下 其实有一个小小的消息 台中市南屯区的大兴国小 手球队在瑞典挑战 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巴底力杯 手球分铃锦标赛 跟来自于43个国家 21000多名的选手 经过5天的比赛连闯十关 勇夺11岁女子组冠军 哇 你看看 其实我们每天 你可以看那些吵吵闹闹的 伤心的 然后可能大人世界里面 因为什么立场 利益 利害 反正不管什么利 各种的利 这个中间影响的结果 但你也可以看到 我们有回想到童年的时候 小朋友的世界 青少年的世界 他们中间梦想跟现实的关系 其实还蛮简单的 就是努力去做 我们也希望永远跟小朋友学习 成为我们生命中真正的champion We are the champions My friends And we'll be on fighting Till the end We are the champions We are the champions Lots are for losers Lots are for losers Cause we are the champions Lots are for losers 强哥就化身凤凰基金会的老皮 我个人对这个事情 还是有点耿耿于怀 实在是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变成老皮 因为邀请各行各业 不同领域的马盖先 来节目当中 跟地球 还有跟科学 有关的知识来跟我们分享 因为我觉得好像 这个社会的时候 现在很多东西都是道听途说 你大概有个影 然后你就以为 整个有看到真正的东西 那我们还不如 真正找各行各业的大朋友 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然后 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 老皮家 老皮家 请到哪位呢 我们今天请到的 不是马盖先 是东盖先 这是动物达人了 最近他也是一个圈鞭子 得了一个冠军 得到金鼎奖 对不对 我们来欢迎张望君 东东姐姐 大家好 厂厂哥哥好 好 我觉得这么讲 讲不讲还是蛮有关系的 怎么样 得到金鼎奖的感觉 因为我爸在34年前就得奖了 然后我一直到8年前才入围 然后那时候入围得到的是一个牌子 然后那个是封 是琉璃的半个顶 口是封起来的 然后我回家的时候 然后我爸妈说没关系啦 入围就是得奖 说骗人把他的顶可以装花生 我的什么都不能放 所以又撑了8年才拿到真的奖 但是一定很高兴 对啊 爸爸也很高兴 对他也很高兴 可是因为我爸有金手奖金马奖金碎奖金顶奖 然后我好不容易得了 等到这么晚才拿到个金顶奖 哇 所以就完全还是就算了 跟不上就算了 爸爸太厉害了 对他真的好厉害 他是第一届的金碎奖 然后第18届的金马奖最奖纪录片 哇 金碎奖就是学生时期拍影片 没有他其实 不是学生时期 可是他拍的是纪录片 就是他潜水去海底做研究的时候 就顺便拍了 是爸爸也是做跟动物有关 我爸做鱼类生态 珊瑚礁鱼类 所以那个他得奖的片子 叫南沙海底鱼中 所以现在什么太平岛啊 南沙东沙那个 他都早早就有那些研究记录 他可以用那个去证明 说中华民国很久以前 就还念做研究 因为以前的海洋会 都是他去开的 这是真的 东东基金太厉害了 我没有想到 这个东盖仙 不只是从动物世界 还可以跑到海底 然后讲到亲子关系 对不对 爸爸做研究 他对你绝对有影响 有啊 因为其实我小时候 就很常跟我爸一起去 只要他可以带我去的时候 我有跟他去各个海港 因为他最开始是做 近海的渔业资源调查 他还没有船的时候 他就是去各个渔港 去看当天捞上来的 拿些鱼 然后有多少 这样他就可以有那种每个月 或是季节性知道说 在什么时候会有哪一类海洋生物 很多就可以做记录 然后后来有船再开始去潜水这样 哇 然后东东姐姐后来读的 也是动物科系 我念动物系 然后他是我学长 台大动物系 对 然后爸爸是你学长啊 我爸爸是我学长 然后我们中间正好在一半的地方 有一个叫陈建仁的学长 哦 哈哈哈哈哈哈 今天我们遇到高雄了 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谈到主题 很美 就已经盖到陈建仁 盖到这个南沙群岛 盖到我们的 还有东沙还有太平岛 还有太平岛 哎呦我的天啊 还有台湾的渔获 对 哇 真是太厉害 这才刚刚讲第一个金岁奖 那怎么讲金马奖怎么办呢 金马奖就是南沙的 南沙的 对 那还刚刚讲还有什么奖 还有金手奖 金手奖是十大杰出青年 哇 爸爸太厉害了 对 哇 所以我们以后还可以讲亲子关系 对 爸爸做什么研究 居然会影响一个小朋友这么深 对 可是就是让我到处被人家觉得说 我是靠爸住就很哀伤这样 哪有怎么可能 而且你们研究的领域不太一样 没有人是故意分开的 故意的 对 我要上路不要跟他海洋去 会不会在你的研究 或者你的写作当中 下指导期说 哎呀 东东啊 我觉得这个事情他会不会 当然是不会啊 就是为了要这样 所以我才到路上不要坐海洋啊 哦 真的哦 不过我要写一本 爸爸是海洋鱼类生态学家 送他当 三年前送他当生日 好棒 东东姐姐是一个 我觉得非常有侠女个性的 而且他真的是真正爱动物的动物达人 为什么呢 因为强哥啊 常常拿这个动物啊 作为我们戏里面的这种 主角人物 比如说猪探长啊 或者什么 结果呢 东东姐姐以动物达人的姿态说 你不应该把他搞成 你人化太严重 为什么 为什么 没有我觉得 你的理论是什么 我觉得说那个 你人化的部分啊 就是以前我有一次在一个跟儿童文学有关的国际研讨会上面讲 很多人起来挑战说那我是不是反对动物讲话 动物穿服 我说不是其实是说小朋友会知道说在故事或者卡通里面哪一些 他哪一些部分是假的 然后可是有一些他们可能会信以为真的部分 比方说乌龟他其实没有办法从他的壳里面拖出来或者是 但是我们演他可以跑出来 对 小朋友以为 小朋友就以为 因为真的我们现在在做食蛇龟保育 很多小朋友还是觉得乌龟可以从他的壳里面出来 晚上趁我们睡觉 他跑出来聊天对不对 对对对对 所以也许有小朋友会拿东西去敲他 对他们会 伤害到他生命 或者是说像乌龟或蝸牛 他们都不知道他们没有办法从壳里面出来 所以他们会一直想要去把它拉出来 哎呦 然后或者是把它的食性讲错 就是他其实他是吃吃昆虫的 可是他在故事里面就讲他吃别的东西 然后结果 因为我们以前在救蝙蝠的时候 接过电话就有人说他捡到一只蝙蝠 可是他一直为他吃苹果蝙蝠都不要吃 对我们一直以为蝙蝠不是都吃水果吗 台湾总共只有一种狐狐是吃吃水果 而且那种本来我们都已经以为绝种了 后来才又发现 可是现在数量没有很多 所以说吃水果的在台湾 只有一种 只有一种 其他的都是杂食 都是 没有 其他都是吃昆虫 吃昆虫 对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跟电话里面那个人说 你要请喂他吃虫啊 昆虫 他吃昆虫 他说 可是我是出家人不能杀生 我们就说 我们就在心里想说那你捡他干什么 后来就叫他赶快送过来 人家受伤了吗 有道理 就是基于教育的理 但是在教育就是小朋友知道哪一些是真的 哪一些是假的那个部分你可以 你人化没有关系 那可是他的实性他的习性 他住在水里还是住在陆地上会他会不会飞那些的 他们你要是讲的让他们信以为真 而且他们很喜欢那个故事的话 他就把它以为是真的 结果他后来就会错的很离谱 所以像那些部分的话 你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说哪些是真的 哪些是假的 好的 欢迎听众朋友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 打电话进来 你觉得我们今天讲说你人化 我们倒过来你动物化 各位听众朋友大朋友小朋友 你觉得你像什么动物 比如说你吃很多 你说你像猪 可是其实猪不一定吃很多 真的吗 我怎么以为猪吃很多 你要看说那是怎么样子吃很多 那像有一些动物 它是你给它多少 它就会吃多少 它吃到把自己撑死的 鱼是不是 鱼就是容易 不一定啊 然后就是要看说它是一顿撑死 还是隔了蛮久又撑死 你的专家就是这样 我们还不能说一顿撑死 还是要分吃三顿还是吃五顿被撑死 其实在台北动物园真的有很多的河马 然后别的动物园的话 它们没有空间养那么多 大概最多就是三只五只 那我们就养很多 我们大概有十七八只一尺 真的很壮观 我那次看过它们在喂食 我到现在还难以忘了 因为我先听到那种很大声 我说在哪里 低头一看是在底下那边 对对对对对 然后它们已经快要 有河马快要有新架了 大概在明年会有一个河马池会好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它在水里面游泳的样子 很开心 好的 欢迎各位打电话进来 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 也许我们的东东姐姐 动物园人就告诉你 可能我们有点迷思 我们今天可能有一些迷思 真的我真的以为是 是蝙蝠都是吃水果的 真的 没有 其实蝙蝠真的是只有狐蝠 台湾只有狐蝠吃 而且台湾没有吸血蝙蝠 台湾没有吸血蝙蝠 他们是 然后台湾的通通都是吃虫 所以有蝙蝠在家里附近 你根本就不用杀虫剂 它会帮你把虫吃完 好的 欢迎各位打电话来跟东东姐姐 我们的东盖线 我真的很会感觉 下次要再找你来讲别的 很好玩 关于得奖 来我们来接阿财 阿财你好 强强哥哥好 东东姐姐好 阿财是我们的资深听友 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现在已经到我们台湾东部 全家搬过去 来过幸福快乐的日子 自己本人又对于音乐 各方面很有兴趣 阿财告诉我 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 我是长毛 我是星星 他是长毛 耶 好 白癡 好 你说说看你为什么觉得自己是长毛 星星 没有啊 可是长毛星星也要看他是哪一种星星 有大星星 星星有红毛星 等一下 我们的东盖先忍不住就飙出来 先看看他的观念 好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长毛星星 为什么 我是红 就是像红毛星星 那个长帝人那样 因为每次啊 我把手伸起来啊 就是会有那个流苏的感觉 因为我的毛特别多 所以就是很像长毛星星 哈哈哈 阿财你喜欢开玩笑 哈哈哈 你是什么 手毛还是 还是 还是 有时候 手毛有啦 然后 头发有时候 就是 lic 可是要ж尝一下流苏 哈哈 所以好恶心啊 你真的是 阿财 有的时候 都蛮适合就是 我们现在这个 这个时代 因为这个时代也有些大朋友在听啊 小孩可能不太懂就是什么东西 他流苏 哈哈哈 好 而且小朋友最不懂的是 凤凰会的老皮 跟马快鞜 因为还没演 真的 好 不过 阿财 会觉得自己像这个红毛猩猩 其实台湾有一阵子还真的蛮红在饲养这种 对,那时候是那个顽皮家族以后 然后就很多人养 小粒嘛,顽皮家族那个小粒嘛 然后后来就弃养了很多嘛 所以那些后来就被收容,被纠缠收容 然后很多在平科大 在平科大 对 为什么收到平科不是在台北动物园吗 没有,因为台北比较没有在收这种救伤的 因为台湾总共有六个救伤中心 然后台北是两栖爬球类 什么叫救伤中心 就是你有一些在 救助还有伤害的 对,就是他们可能是受伤了 被送进来的那种的 然后所以那个是农委会的 到平科大 然后平科大是哺乳类 特别是临床类在那边 然后在特有生物中心比较是鸟类 台北动物园的话是两栖爬虫类 那要是金屯的话就就进先是夜流海洋世界 不同的地方 对,然后大家等到先进来救救了以后 再看说要送去哪里 因为有的查记到的的话 他其实是证务 他要上法庭打官司的 阿财还在上面 对,讲给阿财 所以那个红毛猩猩要上法院吗 红毛猩猩不用上法院 当我不上法院 可是证务跟去查气的人要去 好的,阿财 你住过屏东吗 我没有,我不要当红毛猩猩 因为我不想要再搬到更远的地方去了 好的,他不在屏东 他在台东 好,谢谢阿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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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觉得他自己 因为他的毛比较长 头发啦 手毛啊 他这个 他觉得他像是红毛猩猩 我觉得搬到台东以后 因为比较热 他毛应该就会变短了 因为通常是到比较冷的地方 那个毛会比较长 然后去比较热的地方 那如果住在台北动物园 或者住在动物园里面的生物 会不会因为要改变他原来的区域 温度 还有气候 他会在体型上或者是被做一些变化 其实没有 因为没有那么快 你要是一种动物在某个地方待了很久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多年了 而且是那种几百万年 好几代 很多很多代的话才会有 不然的话就不会 好,来我们接下来接石永乐 石永乐你好 你好 你好,乔乔哥好 还有我们的东东 东盖仙 东东姐姐 好,石永乐告诉我 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 老鼠 老鼠 为什么你觉得自己是老鼠呢 尾巴长的还是短的 长的吧 那你为什么觉得自己是老鼠 因为 我会偷吃东西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会偷吃东西啊 偷吃油嘛 呵 那你为什么要偷吃呢 我觉得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你都偷吃什么东西呢 饼干 哦,真的?饼干啊 都偷吃饼干 哈哈哈 好可爱啊 他現在有在旁邊有在開吃的東西 對,你現在在吃東西對不對 嗯,在吃晚餐 哦,你在晚餐 好可愛,你旁邊有別的老鼠 別的家人嗎? 有 誰啊? 媽媽、弟弟 他們也都 他們比較不像老鼠吧 嗯,弟弟有點像 弟弟有點像 老鼠的話應該要生好多隻小老鼠 真的 好的,石永樂因為喜歡偷吃東西 覺得自己是小老鼠 好的,謝謝你,拜拜 拜拜 好的,謝謝你,永樂 永樂,你好 好可愛 好的,小老鼠 你呢?你覺得你是什麼樣的動物? 今天我們請到東蓋星來跟我們介紹 動物有趣的世界 今晚聽見全世界 聽聽聽全世界 毒品偽裝的形態是越來越多了 這個內政部警政署就說了 星星最近的這個毒品啊 除了有包裝奇特可愛的一些咖啡包了 茶包了 用飲料的方式混入之外 近來還查獲毒品製造成什麼 巧克力棒 鮮渣餅 這個食品的樣子 吸引青少年 讓人家覺得吃了不會怎麼樣 然後就吃了這些毒品 大家要小心哦 警方也會繼續嚴格的查氣 加強管制 你看看這些人可能是為了個人的利益啊 想賺錢啊 或者什麼呢 然後就把這個毒品毒害我們自己的朋友 我們自己的家人 我們自己的這個同胞 這不行啊 太可怕了 另外除了啊 這個要小心不要吃到毒品啊 現在小朋友啊 也要小心不要吃了像電池這樣的義物 但是還是有人不小心就吃到了 因此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發明了一種可以吃的摺紙機器人 他吞下這個機器人之後呢 不僅會幫忙排除你吞下去的一些不好的義物 還要治療傷口哎 這個摺紙機器人呢 是由朱長他製造的 外型就像縮小版的手風琴 內涵一個小型的如此鐵 然後呢 冷凍後呢置入冰膠囊當中 那研究人員就說了 羅斯教授就說了 吞下這個機器人 冰就融化了 機器人就開始 就啪的打開了 一代小朋友啊 不小心吃了電池 可能會電池會露出那些油 傷害我們的胃壁啊 甚至可以要命的 研究人員就用遙控指揮棒 控制這個磁鐵的磁場 然後指引啊 機器人抵達電池這個衣服旁邊的 這些東西的旁邊 然後就補姿補姿補姿 把這個衣物推 就像手風行嘛 把它推推出胃的外面 進入胃腸道 然後排出來 機器人也可以依照指示 然後傳一些藥物 到傷口那邊進行治療 羅斯教授就說了 豬腸還可以溶解 對人體沒有什麼大礙 但是這個 這個真正要量產上市 給我們真正使用 大概還有十年以後啊 大象 大象 這是我們都知道的大象之歌 馬上在8月12號13號14號 在台北的中山堂的光復廳 我們要再次扳演 2003年首創原創的 大象林望爺說故事的舞台劇 要再度來了 我有看過以前演的那一次 真的嗎 好棒 謝謝你 當然那裡面有很多的內容是 大家意測的 不過好像 這個首歌原來跟我們台灣有關係 對啊 這是一個日本人做的歌 這是日本人做的歌 所以它原來的是一首日文歌 可是因為作者 他小時候是住在台灣 彎生 也不見得是彎生 反正就是小時候在台灣待過 對小時候在台灣待過 然後等他回日本 二戰結束被撤回日本的時候 其實日本的時候的動員沒有很多嘛 因為是超過70年以上 其實只有上野、京都、天王寺什麼的 然後那些大概在戰爭的時候 這些猛獸都要被處分掉 包括台北動物園也是 所以東京就沒有大象 然後所以他後來做這首歌的時候 他想的一定是在小時候 在台北動物園看到的 有一隻叫做馬小姐的大象 馬小姐 對 牠叫馬小姐 牠那時候只有日文嘛 叫馬角這樣 馬角 馬角 然後呢 牠在台灣看過那隻大象 回到日本就寫出這首歌 對 然後像因為這馬小姐 大家二戰期間以為 牠一樣也被處分掉了 可是二戰之後牠出現了 牠沒有人知道牠中間到哪裡去了 所以最近得了很多獎的 那個無名義 牠就在牠的單車勢切記裡面 牠就在寫小說的時候 就把馬小姐寫進去 因為牠那段是空白的 牠就可以自己想 好有趣喔 嗯 超有趣的說 牠那時候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可以讓大家想很多事情 哇 馬小姐失蹤的時候 到底做了些什麼事 對 因為大家都以為牠死了 結果牠居然又出現了 就是所以是誰把牠帶去 哪裡藏起來什麼都沒有人知道 好有趣喔 這這 你不然人知的歷史 感覺起來林望爺爺說故事 可以有拍拖了 對 另外一個大象的故事嘛 對 因為牠是另外一個大象的故事 而且像跟林望一起來的 那個阿沛也是啊 阿沛 對 對 阿沛現在 牠其實牠的骨頭是在台灣博物館 喔 然後我們還有別的部分 是在孫立仁將軍故居裡面 我下節目以後再給你看照片 喔 因為牠是孫立仁將軍從大陸帶來 對 牠跟林望一起帶過來 只是阿沛沒多久以後就死了 所以牠的骨頭就在台灣博物館 然後林望的話就是一直活到86歲 所以牠現在是做成標本 在動物園教育中心的第下一樓 在那邊給大家看 有個區域對不對 牠有一個區 然後就是大家在那邊看說 哇 牠好大 然後牠的象牙因為 就亞洲象牙來說 牠是很大的齁 就亞洲象牙來說牠很大 因為牠會一直長嘛 大象牠會一直長 牠會一直長 所以牠長到86歲 而且牠的象牙也一直長 所以牠的象牙單邊一根象牙 就有36.5公斤重 所以非常的重 所以那個象牙在那個林望的標本裡面 牠的象牙就是假的 是用磨 翻磨做的 不然的話牠在那個模型 牠標本搭下牠撐湊不住 而且那個會有被偷的風險 對 何必呢 何必給牠偷掉 還要小心 對 這是熟起來的 所以說我們這個 光是大象林望這件事情 還有這麼多的秘星 有啊 好多啊 而且因為林望的話 牠因為活到86歲 那一般的大象 不管亞洲象 非洲象 那平均壽命大概60歲 60幾歲 那牠86歲 所以牠是非常非常非常地長命 牠一直都還是 金石世界紀錄的大象 最長瘦大象的保持者 好神奇 一般60幾歲 牠活到80幾歲 對 牠就是那種 牠經歷過戰爭 然後還可以活下來的那種 非常堅強勇敢的那種 老兵其實很多也是 對不對 我們東該先忍不住 又搭一個橋 插了等一下 但我們又到老兵這個路線 這會不會太遠了一點 沒有 因為那種 以前年輕的時候 生活得很辛苦的 後來其實都可以活很久 其實我們這個大象林王爺爺說故事 我們也是從一個老兵 這個精神 一個大象士兵的故事 對 因為牠幫忙去扛這些物資 然後只是很多人不曉得說 牠其實本來是在幫日軍扛物資 然後牠是日軍被俘虜的過來的 牠是日軍然後被俘虜過來的 連日本人都不知道說 有這種事情 牠在那時候日軍先把牠徵召了 對 其實那時候的大象跟馬一樣 牠們都有那個彎階的 對 因為牠們 牠們不可能在那些地方去鋪路什麼的 可是牠又要去搬東西 然後或者 那這時候就是大象 其實因為牠可以承受很重的重量 所以就是要用大象 是 好聽 所以說大家如果想要看到大象李王爺爺說故事 不要忘了8月12號 13號 14號 可以到莊山港光復廳 不過今天我們看這個東蓋仙 這個不得了 哇 這一發光有點嚇人啊 我們本來只要談一個 結果我們覺得這個已經蠻多了 哇 看樣子 我們應該要常常找我們的東蓋仙 在很近沒有大仙 然後呢 那個老皮牆 常常要找我們的東蓋仙來聊一聊 強強盾 全家被挑戰 好 我們金又陽要來挑戰了 金又陽 你好 你好 翔哥 翔哥 好 還有我們的東蓋仙 東東姐姐 東姐姐好 你好 對 金又陽 金又陽 你是有一陣子沒打電話來了 是不是 還是 有啊 有嗎 對 你什麼時候打電話來 兩個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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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兩個月跑哪去了 沒打電話 我在聽廣播 突然害羞了起來 小帥哥 好可愛 金又陽 現在你旁邊有誰啊 家裡面 媽媽和妹妹 然後空氣 媽媽和妹妹 還有空氣 好可愛哦 好的 我剛剛沒有講到 就是我們的東東姐姐 剛剛得到了金鼎獎 是一個很有趣的 哦 那個繪本故事書 也不完全是繪 算 它是知識類 然後可能是繪本 算繪本嗎 有很多圖嘛 對不對 對 還有很多圖 那個圖都畫人家的那個 那個便便嘛 是不是 然後裡面都會畫到便便 可是大部分是有人或是有動物 便便只是 其中的一部分 你要找才會看清 啊 它叫做使來奮多 對 它叫使來奮多學院 使來奮多學院 很有意思 從別人那個 帥哥又笑了出來 好的 那我們不是要考你這個 其實只是我們想把剛才 跟東東姐聊天 這個書要接 不然大家說 那到底講了半天 就是強哥沒有講清楚 很抱歉 好的 來 等會 你如果答題答不出來的時候 你需要找誰來幫你的忙 爸爸 爸爸人在哪裡 淡水 在淡水 所以你現在沒有在淡水 對 你在哪裡 新莊 在新莊 那爸爸在工作嗎 我們會不會吵到他 不是在工作 他已經回家了 他已經回家了 好的 來 現在我們來這個 大強 中強 小強 三種體組 你會選擇哪一組 大強 大強 好的 來 我先點一下名 媽媽 有 媽媽很有精神 妹妹 有 好 妹妹很有精神 看看帥哥了 金又陽 有 全家來挑戰 第一題 景氣不好 爸爸們最怕就聽到自己被解雇了 請問我們常用炒什麼來形容被解雇 失去工作了呢 一 炒扇魚 二 炒燈籠魚 炒魷魚 你要直接跳到答案 炒魷魚 個性挺急的 第二題說到魚 您看過第一次你經典動畫小美人魚嗎 請問在這個出自於安徒生童話故事當中 小美人魚用什麼東西跟女巫換來了人類才有的雙腳呢 一 亮麗的長髮 二 美妙的聲音 三 滑溜的尾巴 四 超閃亮的貝殼比基尼 請坐打 什麼 誰跟你說的 中美的聲音 誰跟你說的這個答案 他媽 哇 美妙的聲音 不賴哦 第三題還是個童話題 這一題啊 跟綠野心中這個故事有關 在綠野心中這個故事裡面 小女生 陶樂斯和她的狗狗 因為被龍捲風吹到了奧茲國 因而經歷了一連串的冒險 並遇到了很多的同伴 像是稻草人 喜鐵人和獅子 而他們也各自有想要追尋的東西 比如說獅子 請問 你知道獅子想追求的是哪樣東西嗎 一 智慧 二 勇氣 三 她失去的鬃毛 四 一顆心 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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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跟你說的 媽媽 有 看起來媽媽是一個童話 童話控哦 這個系列有14本書哦 真的嗎 真的 所以說這個只是其中的一個 對 綠野心中只是第一本 它其實有14本 哇 那這是個高手啦 好 媽媽搞不好跟我們東東姐姐一樣哦 對於寫 媽媽是不是也很喜歡寫書 媽媽不喜歡寫書 她喜歡看書 她喜歡看書 好的 她說 媽媽說是勇氣 第四題來了 奧運即將在下個月在巴西舉行 這一題要請大家回想一下 包含正式項目與示範賽 我國第一面奧運金牌 是由哪一位選手所獲得的 一 洋傳廣 二 陳一安 三 季陣 四 陳詩欣 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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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做答 不知道 打電話問吧 媽媽說一 媽媽說一 你確定嗎 媽媽 金牌 金牌 媽媽說不確定 對 要不要求救一下 爸爸 好 爸爸 反正爸爸在那邊 對不對 最好可以接個電話 考驗一下 謝謝 還有 重新 添 pier 粉 Trustee 翔哥 搭 樁哥 誒誒誒誒 金大哥 金大哥 responsabil 你好你好 看樣子你有沒有聽節目喔 是不是 儿子交代 儿子交代一定 好的 儿子交代 那请问刚才讲的 我们国家 杨传广 你第一个拿到奥运奖牌 并不是第一名 对 育政是第三名 对那谁是拿到第一名的金牌 古金水是十项全能 第一次替我们台湾拿到金牌 古金水哦 你确定 古金水拿 古金水有金牌吗 他拿金牌吗 他没有吧 我觉得古金水啊 奥运哦 我觉得古金水应该没有拿到奥运奥 没有没有没有 奥运奥运奥 古金水第二名吗 对对 那他可能不是奥运的 可能世大运或者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现在答案有四个 你可以选 好不好 一是杨传广 二是陈一安 三是记政 四是陈诗兴 你应该排除两个了 你已经排除了 剩两个女生 你应该知道谁是比较早的那一个 嗯 记政 记政 已经被排除了 第三名啦 宜安啦 哦 又很熟 宜安 鸡大哥 您是以前在左营训练中心的教练吗 好 他成为 我是游泳队的 游泳队 哦 哦 哦 也是参加奥运的吗 没有资格参加 哦 没有没有没有 这训练嘛 训练嘛 对不对 储备选手也不错啊 对不对 总比强哥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爸爸加油啊 爸爸加油 爸爸说 陈一安 漂亮啦 这是1988年汉城奥运 怎么这样子 怎么那么快 给我们爸爸拜拜 就是啊 谢谢爸爸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 这爸爸一定很帅 游泳队的 对啊 看玩笑 可是我看过游泳队 那个后来不远了 是要走中的 东东姐姐果然很 果然 真的 人家练肌肉练得太多 后来会走山啊 好的 最后一题了 大家全部注意了 最后我们用动物题来决胜负了 之前很多听众都打电话进来 共同回忆了台北市立动物园的 正元之宝 大象凌望爷爷的点点滴滴 而阿强 强哥也率领 如果我们剧团重新演出 凌望爷爷说故事了 刚刚讲过 但你知道吗 凌望爷爷其实一开始 并不叫做凌望 请问他当初叫什么名字 一 Lucky 二 仔仔 三 阿美 四 郭富城 告诉我 快告诉我 谁呀 一个叫Lucky 一个叫仔仔 三 今天就知道 对不对 Lucky 什么Lucky 怎么会讲Lucky是我们流浪狗 你妈妈赶快就 再问一下爸爸跟妈妈 不是 流浪狗之歌的吗 快点快点 啊 爸爸还在招牌 是宰 爸爸还在招牌 宰宰 你跟他说 妈妈说 妈妈说什么 来来来来 不是 不是 你确定 是宰宰还是阿美 请说 干巴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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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美 阿美 过关了 你的祝福歌 我们要明天才能播了 跟你们说 晚安 拜拜 拜拜